华晨宇演唱会开始后,一首《好想我回来啊》感动人心 而接下来的新歌手唱《花落石相遇》,却带给观众更多惊喜来 原来,华晨宇在演唱会上和观众们相遇了 看来,90后歌手的相遇方式,总是与众不同 那么,有怎样的意义呢? 一,华晨宇演唱《花落石相遇》,有怎样的一个期待? 华晨宇这一次采用新歌手唱的方式,在个人演唱会上带来新歌曲,就是期待观众能够喜欢这首歌 毕竟,一首歌曲从创作到演唱,都见证了华晨宇个人的努力和付出 然而,对于一个人最好的回报莫过于,有人产生期待 那么,华晨宇便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更为重要的是,华晨宇期待新歌演唱后,可以唱响全国 诚然,演唱会的舞台虽然足够让一个歌手站位和走动,但是空间还是很小 与华晨宇从舞台走向全国的想法有点联系而已 一首新歌要想得到全国观众的喜欢,恐怕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期待华晨宇的这个梦想能够实现,也期待更多的观众喜欢华晨宇演唱的花落时相遇这首歌 且看华晨宇手拿话筒在舞台上纵情高歌的表情和姿态,不正是一个歌手对未来的梦想产生深深的期待吗? 二,华晨宇在花落的时候遇见了谁? 花落时相遇从歌名来看,就非常吸引人 站在歌手华晨宇的角度,他作为演唱者,在花落的季节与谁相遇呢? 显而易见的是,华晨宇最先开始相遇的是,演唱会的幕后制作团队和场地的负责人 站在观众的角度看,华晨宇演唱会上,是歌手和歌迷的相遇 而在舞台灯光的闪耀下,明星光环似乎在华晨宇的身上若隐若现,那么,华晨宇和明星的光环相遇了 是不是有一种海市蜃楼的美感呢? 其实,华晨宇的梦想已经照亮了现实,他需要相遇的人啊,至今都未听他说起 观众猜猜,最有可能是谁? 不可否认的是,曾几何时,华晨宇在花落的时候,和王牌对王牌节目的关小彤、贾玲、沈腾、沈涛、时代少年团的宋亚轩相遇 于是,才有了华晨宇版李逍遥的人物造型 华晨宇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艺人,在花落的时候,遇见了很多人都不曾遇到的梦想和生活喜悦 结语,华晨宇演唱会充满了爱意和温暖,一首《花落时相遇》更是带来了歌手的感动和感悟 也许每个观众都会像华晨宇一样在花落的时候遇见一些人和事 这就是一个人的微妙缘分,可遇而不可求 感谢华晨宇用优美动听的歌手诠释了花落时相遇的人生意义和梦想追求 毕竟,人生的花开花落太正常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应该以一种积极的行动去面对而已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华晨宇一样,在一个熟悉的圈子内,有所作为 对此读者怎么看?欢迎大家在文莫一起来交流互动 再次读者 期待